日本自衛隊出動穿其重攻 EC-1 電戰機 現在要到海域雷達與電子通訊遭到壓制 自F-15J墜落的事件發生之後 中日兩國的行動一個人為了計劃 中國人認為日軍行動已經漸越了國際法 那麼這一點讓美國覺得非常危險 這就是現實 所以美國在聯合國提案 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小組監管山下廣站 但是日本政府要求中國先歸還F-15J雞排 不是掉到海裡去了嗎 我的雷達一直在追蹤 F-15J在駕駛彈出後又飛了好一段距離才掉到海裡 正好附近有中國工作船順勢打撈了起來 還真是強啊 四海都有中國人 至少日本飛行員已經幸運地破舊了 飛行員在步驟後即由台灣方面進行治療 隨後由日本專機接回了 對方的飛行員 其實日本軍隊又因為此次事件 再一次地走上了街頭 面對日本蠻橫出角力 我幫野槍用飛機 F-15J殘骸會放在天安門廣場前 公民一眾參觀 不收門票 好 話說來 這架F-15J已經複製了二十多年 力擊摸了海能保持完整 租建美國的武器工藝 聯合國認為在釣導發現海底沉船 英規化為二戰海上紀念博物館 畢竟二戰已經結束這麼多年 郊遊考古單位負責是最好的方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全力反对,这完全是美日两国一厢情愿的想法。 至少双方把战场从海上引到回实力了。 台湾政府提出了一个遮中办法,未来海上纪念公园开放后可成立基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提供金钱补偿。 你们到底站在哪一边? 台湾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美国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东京,将以1.1的方式提供F-35,台湾自己中的F-15J。 政策发家弯 你不要妥协,我就给你保证,这是早进世界的临座方式。 果真美国人比较厉害,左手拿协议,右手换武器。 正义即将降临。 台湾政府想要做什么? 看你们自相残杀,我们虽在外围却从来也没有安全感。 你没法打败我们? 我们不同意为经过台湾政府与人民的协定。 对抗促使准备就绪。 自表情。 对抗促使用。 自表情。 MING PAO TORONTO